但是其實這十年也不容易 對啊 洪正是30歲才開始 參加歌唱比賽 等了10年40歲才發片 堅持夢想的這10年裡面 其實什麼閒言歲語他都聽過 自己也想過要不要放棄 你有聽過什麼 我大概38歲 39歲才出道 所以老實說壓力很大 尤其是老婆又是郭婷運 對 又比你紅對不對 對 又比你順 對 賣得又比你好 對 氣死了 對 又比你胖 對 那個時候又比我胖 這個是事實 胖也無所謂 還是很紅 對 知名度會比我高 所以那個時候最常聽到 就是有一句就是 你就是看我女老婆出道的 就 那個都... 她的紅 她的紅 她的紅都被紅 對啊 很多酸民底下都會留言就說 你這個不好好工作 你出來唱歌要幹嘛 那個時候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也不是說身材很好 我會大概八十幾公斤 快九十喔 庭雲算是師姐嘛 算是過來人嘛 所以那時候 因為這樣我經常心情都不好 所以回到家裡 我就經常流頭到臉了 那庭雲就看到我 我就說 你怎麼心情不好 我就說 我就跟他講什麼原因啊 我就看到什麼人留言啊 幹嘛怎樣的啊 他就說 你不用去在乎那個啦 很多人也說 你唱歌有什麼好... 唱歌好聽有什麼用 你身材怎麼樣... 就有一個好不兩好 你知道嗎 對 就有人會嫌棄他的身材 可是他就會說 我曾經有問過他一個問題 我就說 你怎麼都沒有想過要減肥之前 他說 我覺得不會啊 我覺得我這樣胖胖的很可愛 他很有自信耶 對啊 很奇怪嗎 不會... 我就覺得這樣很好 而且你也沒有嫌棄啊 對... 我就覺得 因為我... 他曾經有跟我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 你為什麼當初會想要跟我在一起 我就說 我喜歡你的個性 他有一種自信可以吸引人 對 而且他是一個很能夠 可以開玩笑的女生 對 因為很少女生會 沒有底線是可以互相開玩笑的 對 就是你要東閃西閃 你就覺得相處起來 會很別扭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因為這樣 就到最後我就慢慢比較能夠釋懷 也應用你 對 凹十年出一張唱片 這期間老婆出了幾張 那個時候已經出了五六張以上 那你這一張... 等久了也有啦 那你這一張是不是 老婆有跟唱片公司說 我不要出了 除非幫我老公出一張 不然我不唱 也沒有耶 也沒有耶 你在靠實力啦 幹嘛這樣子 沒有... 不會啦 不會 就是剛好因為剛好有一個 因緣際會 就是有一次 因為有的時候老婆我去活動 我會陪老婆去活動 什麼叫陪活動 你不是上台喔 不是... 就是他有去活動的時候 我會背去啦 對 我會陪他去... 什麼唱活動的時候 就陪他去... 就是他去唱歌的時候 然後他陪你去 對 他去商演 我會陪他一起去 在後台 你陪他一起去 對 我會在後台 對 我會陪他去 你開車當司機就對了 對 類似這樣 就是減輕他的負擔 讓他比較輕鬆一點之類的 對 他陪也很好啊 對啊... 剛好就是... 剛好經紀人有去嘛 剛好就... 那個時候我的名字叫彭瑋婷 我還沒改名 彭瑋婷 對 彭瑋婷 比較女生的名字 對啊 對啊 比較... 稍微比較女性一點這樣子 結果那個時候他... 就看到我 他就說... 你的狀態好像還不錯耶 怎樣怎樣的 結果之後... 剛好那個時候公司就是... 比較需要... 剛好有需要男歌手 對 所以他剛好... 公司經紀人就... 有跟... 老闆講這件事情 他說彭瑋婷是誰 老闆忘記彭瑋婷是誰 因為那個時候比賽有過關 對 剛好就回去看袋子 他說... 他以前唱歌都是唱傳統的耶 好像還不錯耶 所以就... 他都會說牛就對了 沒有啦 那是我自己的 哪裡有人才會說牛 南部人 南部喔 沒有啦 我是北部人 你們一定的 因為我在... 住五年啊 吃水都吃多了 住五年這樣 對啊 這樣耶 對啊 這很有親和力啦 對啦... 慢慢慢慢的就是有機會 剛好就是有這個姻緣機會這樣子 好 希望你專輯大賣 謝謝... 又榮咧 又榮說 你五歲的時候自己要求上台表演 後來靠唱歌扛家計還債 對 心中最大的遺憾就是 幾乎沒有童年 五歲喔 你跟鄧麗君差不多耶 其實跟二姐比較像 對 因為那時候我是唱那個 Nakashi 對 就是俗稱的酒家 因為家庭就是開酒家嘛 然後以前媽媽是歌手 然後後來媽媽沒唱 你們家開酒家在哪裡 在雲林 在南部 那妳五歲就會唱喔 妳是自己的興趣還是為了什麼事 其實五歲那時候是好奇 對 然後聽大家都在唱歌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媽媽吵說 我也想要唱歌 我想唱歌 然後我媽媽說 妳五歲而已 然後妳也不要哩 然後妳什麼音樂都不懂 妳要唱什麼歌 我說我要唱《瀟灑走一回》 對 那是我生平的第一首歌曲 五歲開始《瀟灑走一回》 一曲 唱得完嗎 我開始唱歌 妳那時候五歲的時候 拿到叔叔 阿姨最大的紅包 拿到多少錢 一天最少 最少應該有幾萬塊 那多久之前啊 很久了 很久了 好厲害喔 因為太可愛了 才五歲 對 就覺得小時候就很開心 因為妳們比台北好賺耶 可能台北還拿不到那麼多錢 就是可能大家看我小 然後就是滿可愛的 然後也很多是家長的 爸爸媽媽的朋友 對 然後就因為我可愛 然後就頒獎給我 然後可能小時候就是 可能是好奇 開心 喜歡唱歌 然後就是到了國 要踏進國中的時候 就是爸爸 這個是幾歲 這是幾歲 他大概是五歲吧 差不多五歲 這個有五歲了 那穿紅褲子那個 一般耶 那是國小 國小學校的母親節 對 然後到了國中的時候 就是爸爸有投資 殺食廠 刷酒 然後就被朋友騙了 然後就是被朋友 就捲款很多錢 爸爸 被朋友 對 因為爸爸 捲款多少錢 他是一個非常信任朋友的人 聽說被捲款了兩三千萬 快快了 快了 那時候兩三千萬很多耶 那怎麼辦 當時就是 當然就要把私房錢拿出來啦 雖然妳五歲 沒有私房錢都已經被媽媽拿走了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很辛苦 就變成國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有參加歌唱比賽 然後可能就是會 到處跟親戚借錢 跟朋友借錢 然後來過日子這樣 妳幾歲的時候 開始掌心眼 就是說媽媽把妳的錢都拿走 幾歲的時候 開始會自己藏一張 藏兩張 藏四房錢 我藏錢小時候就會了 小時候就會了 對 我大概五六歲 我就會藏錢了 藏錢 對 我會藏我的鞋子底下 或者是藏在衣服裡面 然後藏在褲子後面 為什麼要藏錢 就是想買東西 不然就被媽媽收走了 五六歲 哪懂什麼買東西 妳還滿有心機的 我唱 我唱完歌 滿糖果 對啊 我唱完歌可能就是大概就是 半夜兩三點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都是給媽媽拍照 然後到家之後 她要給我換衣服之後 我錢都會掉滿地 對 然後她們就覺得 怎麼身上都是錢 白長人 對啊 可愛 五歲就出來唱歌 了不起 好 我們請教一下 Amanda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呢 沉浅一時 但是可以發光一輩子 對 因為剛才聽到 兩位來賓的故事 覺得現在雖然看起來都很亮眼 但人生的過程當中 可能年輕的時候 都有一點點沉浅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 月亮跟上升星座 這三個部分來看看 哪些星座的朋友 就算沉浅一陣子 但是可以發光一輩子 像幼蓉的太陽在天平座 月亮在射手座 上升也在天平座 可以觀察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的這個彭震 是太陽 水 瓶座 上升 獅子座 月亮在射手座 好 也先觀察這三個部分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我們有落在 就是兩位的射手座的特質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呢 就是會逼迫自己快速成長 也就是像我們講 射手座的朋友 通常都是非常的熱情 非常能夠想得開 確實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當他們遇到 人生的一些低潮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難關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好 這個時間呢 我不能夠卡在這裡 我不能夠被現在的 這種困境給打敗 比方做像幼榮 可能覺得家裡面 因為投資失利 可能以前像小公主的生活 就遇到了一些困境 你就會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 讓自己快速成長 可以幫家裡的忙 類似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射手座的朋友 在遇到需要成錢的時候 往往會透過一些 大量的閱讀 或者是去聽一些 大師的一些講座啦 或者是一些上課進修 來充實自己的實力 這樣子等到這種我們講說 時機過後 更好的機會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自己發光發熱了 所以可以跟他們學習一下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 我們說天蠍座的朋友 天蠍座的朋友呢 大量吸收來累積經驗 好 因為天蠍座我們講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星座特質 天蠍座的人生 我常常講都很精彩 有時候真的會遇到 好像真的是 需要我好好的休息一下 沉淺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天蠍座的朋友 通常對人生都非常的努力 好 真的是一天24小時 會當成48小時來用 有時候 你知道就是真的太過累了時候 可是天蠍座自己會覺得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扛一下 所以命運會讓我們需要 真的放慢腳步 那這個時候呢 天蠍座也不會真的停下來 天蠍座的人會透過什麼 天蠍座的人其實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覺得 那我好好來面對自己的內心 去找到自己內心深處 我的人生到底是追求什麼 去這樣的沉淀自己 而且天蠍會 會好好檢視 你知道有一些天蠍座的朋友 其實都有寫日記的習慣 或者是會去 一天過完之後 回顧一下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當天蠍座的朋友 如果遇到沉淺的時候 他會去記取經驗 不管是 我為什麼一路走來 有一些值得我日後再利用的經驗 或者是呢 有時候我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可以做得更好 去修正我的一些決定 天蠍座的朋友 就會利用這段時間想清楚 所以累積了經驗之後呢 日後一樣可以有自己施展 常才的機會了 第一名如果太陽月亮跟上升 落在獅子座的朋友了 獅子座的朋友呢 我們說懂得找到適合自己的舞台 確實因為我們常常講嘛 獅子座的人 不管現在處在什麼樣的環境 通常他會覺得不甘寂寞 像彭正吧 然後這個上升獅子座 帶有這樣的特質 你說其實我可能很喜歡唱歌 對不對 雖然比較晚出道 但是或許唱歌對你來講 就是一個你的夢想 所以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當中 你會覺得 那我可以適合什麼樣的歌路 我可以適合什麼樣的曲風 我適合什麼樣的一種 表現自己的方式 獅子當真的是遇到人生的這種 我們講特別是什麼 有人來質疑獅子座 可能像彭正吧 你剛剛說的 你比較晚出道 就有人會覺得說 都已經30歲了 你可能原本做得也好好的 為什麼要來當歌手 你是不是有聽過很多這樣的聲音 好 獅子就在這裡 當有人我們講說 老師你有去偷留言是不是 對 你這句 你這句他看好多次了 真的 而且被好多人點贊 對 好 因為特別是獅子座 當他覺得有人質疑我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當然是覺得很衝 就是很衝擊 怎麼會這樣 我明明這麼好 你為什麼質疑我 但是獅子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他會開始思考 像我剛剛講的 他會去摸索找到 真的適合我自己的舞台 像彭正你看 累積了10年對不對 然後才醞釀出這張專輯 他會打老婆嗎 獅子會打老婆嗎 其實獅子是很愛老婆的 通常你在外面 可能獅子會對老婆這種 你怎麼這樣啊 你去幫 對 外面大男主義 但回家往往就是 外面越大男主義 回到家越像一隻小貓 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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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很多獅子 在外面很大男主義 回家跟老婆撒嬌 我們都覺得 哇 這是什麼世界 是喔 那彭正就不要回答我這一題 免得到時候又被網友留言 所以獅子呢 他會這樣子找到自己的舞台 就能夠發光發熱 當然啦 像我講的 其實我很想跟大家 跟觀眾朋友分享 就是溫很欽佩的這個 星雲大師 他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 珍珠是塵浅在海底的 好 就是說 真的是寶藏的話 其實你不用擔心 我們人生一時的塵浅 因為塵浅的時機 是我們好好的盡心 讓自己的能力去 這種我們講說 好好的累積的時刻 等到時雲來的時候 就能夠發光發熱了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沙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